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是豈有深爱香港这个国家 香港这个国家 香港这个国家 喂喂 哈啰哈啰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15日 即是不说有时 还以为英国到底是不是被中国侵占了呢? 孔子学院羡慕忌惮 说别人可以在英国执行家法都可以的 你丑不丑怪呀 新委成内阁 今天前就不知道有没有积极的作用 但是至少都出口了气 话说我经常都对保守党怡中留情的 都是看多两年看又怎样 但是今回呀 在工党方面发出这个强硬的声明 我都觉得挺过瘾 新委成内阁Yes Minister 外交事务大臣Claverly 大家记得这个胡桑佬 开会的时候就被人责问 因为Claverly是要建设性关系 走过去建设性关系的那些 于是乎工党直戚 它是stoolge stoolge的意思就是走狗 Claverly就说你有没有证据说这些东西的 Evidence Please provide evidence 你走过去到访北京已经是evidence 讲那么多东西 所以虽然我们还要看工党方面 那个action是什么的很多时 还有工党很多时行福利政策 我们又不是很喜欢 但是都挺过瘾的 这样讲话 有些令我都心郁郁 就算不是支持工党 都未必说支持保守党的 真是新卫成这样 难道有陷害吗 再加上最近肥胖都被人赶走了 我都说的啦 一直都有政变啦 这个问题到底是共产党操控啊 欧民那边的大帝操控啊 还是怎样 那新闻报道内容 A Labour MP has accused a foreign secretary of being a Chinese dude over a possible trip to the country 其实只是possible trip来的咯 就是未成真的哈 打算去的咯 但是 这里就很不alright啦 之前呢 有一个议员 就叫施智安 他是保守党里面的党魁来的 他被这个中国呢 制裁着 而你cleverly 无视保守党员被人制裁着的时候 走过去到访中国 就如同那个庄敦文一样的 Dominic 两只都是走狗来的 我说不要这么说 就是狗狗那么可爱 你叫轻轻他又轻轻 多么服从各样 钉骨头他又懂得回 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各样来的嘛 你这么说 哎 他们最多啊 caverly那些 你不应该用stooge这个字 puppy那些都不好 你应该说anoworm bump 不要搞那些狗仔啦 这位是工党的成员 Chris Bryant 讲完这件事之后呢 就会讲下这个布林肯 访华之旅了 哎 两个东西都是这样 不过为了鼓励大家 虽然种种的软化跡象 包括那个耶伦 不知道被人轮过多少次了 但是 我们又可以 我们也可以 我们也可以由布林肯的动作 啊 以及中国方面的那个动向呢 去分析一下美国的那个战略的 就是会不会是 因为想拖住这个中国 那么啊 等俄罗斯战败 唇亡齿寒 所以布林肯那些呢 才忍辱负重 就是寒信夸下之欲 啊 那欲练神功 必先治功 厌了自己 灰溜溜的那样呢 就去 称住这个中国 就是如果你乐观点那样看 那James Cafferty 就好不高兴啊 那套片我看了几云 他不高兴我就很高兴的了 你条死产走过去 扭屎乎 是不是这么说啊 这些呢 就叫面子是人家给的 人家都已经踢开你的啦 又说你英国 怎样不要干涉内政各洋 你都还要走过去托大脚 舔屎乎 有什么办法啊 那但是 你别人敢说 当然是不开心的嘛 胡桑佬 所以他就认为了 Chris Bryant 工党这个成员呢 是要 Withdraw 就是抽起 收起 他这个叫做Discourteous Discourteous 就是没有礼貌 那说 礼貌这件事呢 你要分清楚 看一下对谁用 不是对你咯 你是一个反人类的走狗 你明不明 那但是 他说是Inaccurate 你给Evidence 当然是你给Evidence 世界上面已经证实了 中国是有反人类行径 武汉实验室行径 活泽五星行径 僵尸毒行径 而你这样都走过去的时候 就是你很恨人民币啦 你很恨人民币的时候 不是stooch 是什么呀 所以完全是acquire的 至于你说Discourteous 那我都认同的 他这么说是没什么礼貌 对这狗仔没什么礼貌 那你知道他那个人的啦 胡桑立特这款 于是乎呢 好像很凶狠那样 但是跟他外交的行径一样啦 曼城事件也好 最近的Souventon事件也好 从来没听过他有赤字片言 申委城政府如此软弱的表现 照大人的口啦 滑地沙啦你 所以工党这里是说呢 他没收起啊 中国就响起这个乐曲 plays the tune 跟着你就在那儿跳舞啦 我不想看胡桑立跳舞 OK 但是他都搞不答白的 就是人家就说 你的callers被人制裁的 你走过去到访中国 他的答案就是啦 我没有叫他们一起跟我去的嘛 你言下之意是什么意思呀 人家的意思是呀 你的同僚被人制裁 这种这样的 irrespectful的行为 你们不是一条team来的吗 你没有team spirit呀 那当然是没有team spirit呀 你没有看过吗 个个都说呀 新委城是什么呀 best stepper嘛 他请回来的那些人 都是best stepper的而已 难听些说句呢 三角演义就叫三性家努 但是cleverly呢 他认为呀 他目前在做的这些叫做有效外交 你有效是什么意思呢 有效收钱 Anyway 我们要公平的 就不要只是说英国 另一单消息 布林肯访华 话说 就是最近又说 古巴有这个秘谈基地啦 在那先tap他们 另外呀 还有间谍气球事件啦 囊囊种种 但是布林肯仍然是要访华的 原因因为他是布林 那到底 访华会谈些什么呢 因为人家不理他呀 他觉得空虚寂寞 觉得懂 所以呢 到访中国期间 据国务院自己宣布啊 他们是会 去谈谈 维系 美中偷通的重要性 就是我打电话给你 你不要不听啊 三少人缘啊 自愿狠心说错话 雷我叫妻将我打 原谅我快归家去 快回家 就是之前呢 中国已经说他不请自来的了 哇想起 食神里面啦大佬 就是这个火鸡 哈哈 偷偷地 泄露自己想访华的行踪 是不是呀 老实实啊 这傢伙叫我们说你听的 就是原来是撕了一支棋仔呀 当日 一直都是这个 史提芬州的fans 食神里面啦 黏着膠纸的眼睛呀 嘴呀 莫文慧那个呀 红了不知N那么多针那个呀 雙刀火鸡 想当日 好像说是沿着尼敦道呀 一直斩斩到七涵道 不得了呀 现在布林肯呀 硬都不走呀 是都要走过来访华 就不知美国方面呢 又有没有这样的议员啦 直接说这个布林肯呢 又是这个Scooch China play the tune you dance 又是一条Anno but 但是我们又要想一样东西 其实如果中国真是不欢迎他的 在上空击落他的那架飞机已经得啦 又或者拒绝他入关 那布林肯也是莫可奈何的 所以我们又不要说布林肯非常布林 实际啊 中国自己本身都有少少布林 都退了少少的 是吧 双方都开始似乎在软化 简单说就是孝婆遇着脂粉客 虽然 两只Scooch都走到去中国当地 不要侮辱狗仔啦 他们只是Anno but 那两条斯弗虫呢 走过去访问中国的时候呢 眨眼看下去 我想在座那么多个位 包括我在内 都觉得是软化的 强硬得多少啊 胡桑佬的样子就强硬点的 但是哇大哥 你见他曼城事件的处理手法 见他乱声不出的那种鸿春法 如果不是他胡桑 你直接以为他是十常事啊 又或者是假桑来的 是吧 太假了嘛 不过英国不行的 这些mutilation来的应该不是 肢体残缺 他最多都是个脑部而已 肢体没事的 你见他这么大旧你就知道啦 那但是目前呢 其实那些蓝丝都经常说啦 屈永妍那些 自己一个女儿去伦敦 读了一年书 哇他好意思说给别人听的喔 反美是工作来的而已喔 身体很诚实 我是指这些蓝丝都经常说的 就是美国目前打的那些叫台湾牌 为什么是台湾牌呢 因为台湾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不断以台湾来挑衅这个中国 这个不是我说喔 是华盛顿的智库说的喔 华盛顿的智库 这个是Quincy Quincy Institute 东亚研究所 这位是Michael D. Swing 那Swing呢 他又说到啦 中国一直自诡为些什么呢 就是包括他洗脑那些老百姓 有大外宣各样 甚至乎那些洋人都敢认为 中国一直维持着一个形象 就是非常有抱负 不具侵略性 而且是正在被霸凌的大国 就是尋求支持这样啦 总会有一些白左相信的嘛 好恐怖那班人 除了黑鱼之外还有很多东西的 我就想起荃湾那里啦 就是之前呢 你到公园的时候 有一帮小朋友 走过去你看到一个小盒子的 那跟着那个小盒子做什么呀 嘩 走过去 放山 放山那没什么呀 是吧 放山那些蟑螂啊 整个花草都是 有没有搞错啊大佬 嚇死人啊 你走过旁边 你不花蓉失色啊 Anyway 那是如同骚戀那时候的 美国本身赢的 越战各样的时候 但是呢 就被人由本土击破 苏联那时派了很多KGB 在国内呢 就挑动仇恨各样反战的情绪 最后美国就无奈退兵呀 吃过翻尴尾呀 KGB的这一套 于是乎呢 在英国呀 在美国呀 周Q维呀 全部又搞罢工 又说 怎样言论自由 各样的大堆东西 目的 就是不干止咯 要在大外宣上面取勝 东亚研究所啊 阿斯文就认为呢 美中之间的危机呀 主要就在于 大家对台湾的定位 他是这样说的哈 中国人就倾向由道德的角度 来看某种类型的危机 道德这里你不要以为是 是说中国人很有道德 而是说得yes no 那些就叫道德 因为道德问题 从来只得yes no 商业问题 就说多少钱的 于是乎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谈判的原则 他就认为中国呢 一定坚持着台湾 是中国的主权一部分 所以要脱离中国这个实体的话呢 是不公正的 简单说就是统一的必要性 不准人家搶了自己的玩具 但是美国近期一再表态了 以及不断地 升级台湾的武器 但是大家都知道 2024年即将到了 蔡英文最近才拎了东西 打电话的时候 竟然被解放军滋扰到 一方面就证明解放军方面 就真的有滲透 走了进去台海方面 诶 那只巡洋艦 你见不见到啊 那些叫什么呀 海外巡逻队是不是 哇 人家随头出随头入的 如同无人之境 无怪乎叶柳淑仪都是这个logic 那你这样 眼睛开时 眼睛 现在收起制裁先 谈完了 你就再下制裁咯 逐点变黑又可以 立即变黑又可以 这样都可以 那个岸巡队一样 那我也阻止过你的 你到时就说自己走掉了 所以台湾有台奸 美国有美奸 欧洲有欧奸 英国就有英奸 那个样子可能有点像Cathalie 那很多人都像他 胡苏律特那样就可以了 是不是 他有陆军装 有什么意体呢 那但是都是那句啦 台海稳如泰山 这个人抛的 抛自决 又是抛宅你 胆小鬼游戏 一向的 发债逃强 那我们来看一看 5月30号时候 中共总书记 散位啊 这人 习近平 当时说些什么 他又说到 要深刻认识 国家安全面临的 复杂严峻形势 以新安全格局 保障新发展格局 你是不是想打他啊 听完这些东西 就是为了发展的时候 很多东西要安全一点 有人形容他 他整个木乃伊 睡觉是不是绑住自己 够安全了 用个安全套 套住自己的了 很多人呢 就怨恨着一样东西的 你集中当日 做什么不用套 可能是窮的 哎呀 弄了一件这样的东西 Anyway 5月30号 要坚持底线思维 极限思维 哇 他泄露了自己的秘密 底线思维 台湾不可破啊 极限思维 玩到你尽为止 准备经受风高浪急 甚至京途蟹浪的重大考验 他当玩了 似乎这个是他百年未有大变局 玩家家走啊 不过 输的不是他 输的是活着五星 输的是雷文八成 有什么事的时候 哇 精彩了 西安以东五百座城 另外 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方面 这位研究员 施撑德 撑德 他就认为 这番挺有趣的 他那个理论 他就说了 中国一直回避对话 是因为 他们怕一旦有沟通的时候 美国就会推断出更多中方的活动 简单说就是泄物啊 走到来 看到你习近平什么款的时候 猜到个底势 撑德是这样认为 所以呢 哇 说得这么精彩啊 三角演义啊 也就是布林肯的角色 走过去就并不是卑躬屈室啊 走过去是掌干的角色啊 就是走过去呢 去劝寒这个周瑜 劝寒不了都不要紧要的 去探听一下吴君方面的底势 看一下水债各样的布局 回到曹营那里呢 就报知给曹公听 这样咯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故事 不过掌干那个下场好像 我记得他们互相问候过的 干理良好吗 那跟着掌干又回复回他咯 操理良好吗 那跟着就斩了蔡毛张韵 偷鸡不着蝎插米 布林肯不知道会不会这样的 那所以啦 阿撑德就认为呢 中国之所以拒绝通话 目的就是要美国估估一下 啰啰乱 让他估不到自己食神方面的部署 让你猜到就不是食神啦 啦 我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的 有一种看法就是 哪有这么高张啊 习近平 猪头来的而已 那我从来都不是这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人是很聪明的 就真的 你想想 死的又不是他 你中国有14亿人 没有了13亿都还有一亿 他有牌子玩啊 大把子弹 就是如果要说 他那个八年未有之大变局 他直接是便秘 秘而不孙啊 秘不对话啊 还不是便秘啊 那无论如何 你目前Claverley和布林肯走到过去的时候呢 你这个访问其实 是丧失了自己的那个 道德号召力的 因为你走来 和一些反人类国家在那里思相授受 有时又是洋人自视甚高 我不是说Claverley Claverley那个纯粹蠢 那但是我要讲的是 美国方面的想法 因为有时那些洋人呢 就经常是自视自己 是好有一套 是懂得去摸索人家的心理 能够获得最准确的判断 那但是同时之间 就是大家斗快的 中国呢 也都在美国方面呢 就不断挑动仇恨 你说习近平不懂得搞 但是他楼底下 有人跟他搞的嘛 虽然他个人来说呢 那些conceptual skill 就一样的 但是他楼下 会有帮人跟他执行的嘛 共产党就是有个这样的组织性 那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观察了 18、19号 谈完之后 有些什么出来 到其时再作决定了 那但是耶伦都说了 钱、银重要嘛 对不对 跟中国脱欧 是巨大错误 基辛格的朋友 哼 就是这样 好 今天讲到这里 都